很多保安都會覺得說 啊 小孩現在在歡 他在鬧 他講不聽 他講不懂 這很自然 這非常自然 每個人都是這樣 那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是說 在跳仰之前 每個人都是這樣 但是在跳仰之後 我可以跟你說 你可以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因為你沒有足夠專業知識 跟沒有足夠背景的時候 有很多困難跟痛苦你不能解決 這就像是某個醫學技術還沒發明之前 有些病是不能治癒 但是現在的專業跟技術已經有辦法自引導這件事 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訴你 你的小朋友現在哪一些事情 你可能換用什麼方式跟他講話 帶他去做什麼活動 或是用不同的方式怎麼樣去引導他 你那些覺得他很歡很爐 一直哭 一直鬧 然後講都講不聽 就是還不是人類的狀況 對 其實都是有能力 可以超乎你想像的方式 很輕鬆的 其實你竟然就拉起來了 他變成是一個 欸 好像變成可以溝通的 你突然間覺得 他好像長大了 其實就是你看對東西 用對方法 而這個就是跳躍可以帶給你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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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